同学们好 我们开始上课 那么前面的话 我们主要讲了文件管理的 这样相关的一些内容 我们说文件它是放在磁盘上的 因此我们说磁盘的性能 其实是对文件系统的性能 会有很大的一个影响 所以我们今天会来看一下 磁盘相关的一些内容 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磁盘的结构 那么这是一个磁盘结构的 这样一个示意图 我们看磁盘 它是有许多的盘面构成的 那么这些盘面构成了一组 那么这些盘面是围绕着一个轴 做这样的一个高速的旋转 那么这边我们有一个磁柱 然后磁柱上面有磁壁 磁壁上面有磁头 那么每一个磁头就可以访问这个盘面上的相关的这样一些信息 那我们说对这个磁盘 我们在划分的时候 我们是把它划成了很多个同心的圆环 那我们把它叫做一个磁道 就是我们这要看的这样的一个磁道 那么在每一个磁道上 我们又把它划分成了等大小的块 我们把它叫做一个扇区 一个sector 那我们来看在每一个盘面上 我们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磁道 是吧 那么在所有盘面上的同一个这个同心圆环上的 或者同一个磁道上的这个我们就把它叫做一个柱面 就叫做一个柱面 所以大家看 我们磁盘就是在 比如说这是我的盘面 然后这是我的轴 我的盘面就绕着这个轴 做这样高速的旋转 那么这边我的磁壁和磁头 那么就能够做这个镜像运动 然后在这个不同的磁道上来读取 那因为我盘面做高速的旋转 所以我的磁头在移动 以及我的盘面在做旋转的时候 我的磁头就能够读到盘面上的这样一些相关的信息 那这是我们说磁盘的这样一个物理的这样一个结构 那我们说在这样一个磁盘的结构中 刚才我们看到了 它是由一些磁盘组来构成的 绕轴什么高速旋转 那么目前我们主流的大概是7200转 那么我们刚才说这样的一个磁盘 我们要定位上面的某一个物理记录的时候 或者物理框的时候 我们如何来定位它 我们说我们可能需要三个参数来定位它 那么第一个是柱面号 就是刚才我讲的 在所有的盘面上的同一个磁道上构成的这样的一个柱面 那么我们在第几个柱面是我们的柱面号 那么第二个参数的话就是磁头号 那么磁头号指的是你是第几个磁头 那么第几个磁头是不是就在访问第几个盘面 所以我们说磁头号和盘面号 是对应的 那么最后一个就是 你在这个磁 在这个盘上的第几个扇区上 我们就说第三个参数就是扇区号 那么通过这三个参数 我们就可以唯一的去确定 这个某一个物理块 它所在的位置 那么有了这样的一个概念以后 我们说磁盘设备 我们可以是以一种逻辑块的这样的一个 一位的大数组来对它进行编制 那么这里这个逻辑块是传输的这样的一个最小的一个单位 那我们说这些逻辑上的这样的一个 一位数组最终就映射到磁盘上的这样一个扇区 那我们说在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个结构图里 我们说零扇区指的是谁 那么零扇区是指的是最外面的柱面的第一个磁道的第一个扇区 这就是我们的零扇区 那当我们要把数据放在磁盘上的时候 它都是首先什么映射到一个磁道 然后呢其余的数据呢 映射到同一个柱面的其他的磁道 然后按照由外向内的顺序映射到其余的柱面 这是我们说当我们把数据往磁盘上放的时候 它是采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去放的 那我们说磁盘是放文件的 那我们对文件进行操作的时候 要对它做什么磁盘的IO 那因此我们说磁盘IO速度高低 就会直接影响文件系统的性能 那么如何来提高这个磁盘IO的性能呢 或者它的速度呢 那么我们说主要有这么三种方式 第一种 那你选择一个性能好的磁盘 比方转速更高的 对吧 第二个我们可以通过这个磁盘的缓冲区 来增加它的速度 那么第三种方法 就是我们选用一个好的一个磁盘调度算法 那么前两种的话都是在硬件上 我们要去做一些操作 那么这一部分内容实际上 是我操作系统能够做的一些事情 所以我们主要会来讨论 磁盘调度算法 来提高这个磁盘的性能 那么为了说这个磁盘调度算法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磁盘它的访问时间都有哪些来组成 那我们说一个磁盘的访问时间 由三部分来组成 那第一部分时间叫做寻到时间 那寻到时间指的是什么呢 我们说这个盘面上有很多很多磁道 那我的磁头是做这个镜像移动的 那比方说我当前在这个磁道 如果我要访问的数据在更里面的磁道 那我是不是要这样移动到它这个磁道 才能访问到它 那么这个时间我们就把它叫做寻到时间 那第二个时间呢叫做旋转延迟的时间 旋转延迟的时间是什么 就是说当我的磁头移动到 我所要访问的那个磁道的时候 我想要访问的那个扇区 可能并不在我这个磁头底下 那我这个时候盘要做什么旋转 然后那个我要访问的扇区 转到我磁头底下的时候 我才能访问它 那么这部分时间 我们把它叫做旋转延迟的时间 那么第三部分时间 才真正的是数据传输的时间 那我们分别来看一下 这三个时间都跟什么有关系 那刚才我提到 我们说寻到时间是把磁头 从当前位置移动到 指定磁道上所经历的这个时间 那它跟什么有关系呢 我们说它跟磁盘的转速 和移动的磁道的倒数 是有关系的 那么这个时间它是 有这样一个公式来计算 我们说这个寻到时间TS 等于M乘N加S M是一个常数 那么这个常数跟这个 它的磁盘的速度是有关系的 一般情况下我们选M是等于0.2 那么高速磁盘可能M是小于等于0.1 那么S呢 S指的是这个磁壁启动的时间 那么磁壁启动的时间 基本上是大约是两个毫秒 所以这样的一个时间就是说 N表示的是我磁头移动的倒数 所以这个寻到时间等于什么呢 就等于这个常数M乘以N 加上我磁头启动的时间 所以这就是我们的寻到时间 就是启动磁盘的时间 S与磁头移动 N条磁道所花费的时间之和 通常来说我们来看 在这个式子里 M和S都是常数 那么这个寻到时间跟什么有关系啊 是不是就跟我寻到的倒数有关系 所以寻到的时间将随着寻到距离的增大而增大 那第二部分时间 我们说是这个旋转延迟的时间 那么旋转延迟的时间 它是说这个扇区移动到我磁头下 所经历的这部分时间 那这个时间跟什么有关系呢 我们说它跟磁盘的转速是有关系的 那么这个公式我们说TR 等于二R分之一 也就是说你转速越快 是不是这个时间旋转延迟的时间就越短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磁盘的旋转速度是5400转每分钟 那么我们转一转 我们可以来算一下大概是11.1毫秒 那么平均这个旋转延迟时间 就是二分之这个一转的时间 所以这个地方TR是怎么来的 就是二R分之一 那么就是我们的平均旋转延迟 那我们可以算到是一个5.55毫秒 那第三部分时间是我们说传输的 就数据传输的时间 就是当我们把数据从这个磁盘上读出 或者像磁盘写这个数据所经历的这样一个时间 那么这个时间跟什么有关系 显然跟我们要读的是个数据的大小是有关系的 那么这个B表示是我要读或者写的这个字数 那么还跟什么有关系 还跟转速有关系 还跟你每一条磁道上能够放的字节数是有关系的 那么最终它这个式子TT等于B除以R乘N 也就是说跟什么 跟数据量大小是正相关的 那么跟转速是什么 反相关的 跟我的这个字节数也是反相关的 那这样一来的话 我们就会得到这个磁盘访问的总时间 就是这三部分之和 就是我寻到时间 加上我的旋转延时时间 加上我的数据传输的时间 那么在这个式子里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说R是转速常数 N也是常数 B也是常数 那我们在这个式子里面 谁是变量的 我们说DS刚才我们看 是等于M乘N加S M和S也是常数 只有什么 N是可变的 所以我们说 我们想要去降低这个磁盘的访问时间 在给定硬件的情况下 我们只能通过什么 降低这个N来降低磁盘的访问时间 而且通过前面这个式子 我们可以看到 实际上寻到时间和旋转延迟时间 基本上是跟你读的数据量的大小 是没有关系的 但这两个时间 它通常会占据访问时间的大头 随着这个磁盘传输速率的不断提高 我们说数据传输的比例可能会占得更低 所以我们说 如果想要去提高磁盘的访问时间 我们是不是就修改这个 就是降低这个N 那怎么来使得这个N降下来呢 我们N是什么 寻到时间 那也就是说我们在放数据的时候 我们把它集中起来 不要太什么零散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是不是就有利于提高这个数据 就是整个的磁盘的这样一个效率 那么这个式子也是为我们后面 在讲磁盘调度算法的时候 打下一个基础 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